画面中 华勇开心地抱着女儿 开怀大笑地和家人比出胜利手势拍照 因为发布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视频和文章 而被警方拘留的艺术家华勇 在北京时间18号上午获释 并以取保后省的刑事离开北京前往成都与妻女团聚 12月15号 华勇因为拍摄北京低端人口遭到驱逐的视频 在天津朋友家中被抓 在警方破门抓捕的前一刻 华勇上传了他的最后一段视频 影片中除了提前为他女儿庆祝三岁生日之外 华勇更在视频的最后说 他愿意殉道 要杀要寡 蹲监狱都随他去 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华勇被捕后 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打出声勇华勇的帖子 也有公民走上街头举牌声援华勇 华勇 或是当天稍晚也发布了一则视频 他在影片中声明不接受任何捐款 但表明自己已经接受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免费法律援助 并出示相关签署文件 四川穿着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的援助 义务援助免费的 所以华勇非常荣幸 我希望因为电视里和新闻上天天在说 那个依法治国 但是经常怕怕怕自己打自己脸 但是你们提倡 我们就要要求依法治国 先门自由 被关押三天的华勇 在视频中 他与家人朋友聚餐的同时 也大谈他对时政的看法 他强调未来还是会继续走自己的路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by bwd6